向武ری秀蘭貓科 他去年,2006年神雕俣址,您有看張基忠哥嗎? 我覺得還是香港的劉德華陳月莲比較好 因為他號召最貼近援助,有實體拍攝很大個號召 实际上,我完全没跟住原剧的,不能说跟住原剧, 他选刘亦菲做小龙女,刘小杰的样子蛮漂亮的, 他怕难看了,所以他不敢做表情, 一做表情他就要破坏,原来这个相貌他就要改动了, 他要哭他就不肯哭,他楼地野里他就算了。 那做杨沟的那个男业员,杨沟应该跟那个师父在这个鼓墓里面, 应该非常尊重,非常敬重师父,他好像做着一个很佛话的小青年这样子, 我也不喜欢,好像在勾引他师父这样,我就很不喜欢。 你是听过,金融先生觉得是劉德华主因的样子是最好? 刘德华做得比较,应该当中的一个正经的,比较好。 那个是刘德华和陈玉莲的那种? 刘德华和陈玉莲,最近他们好像做一个马上的选举, 他最喜欢陈杀里拿来哪个最票数最多的, 刘德华和陈玉莲最多的,所以这些都才还是比较懂的。 刘德华和陈玉莲最好的原点 刘德华和陈玉莲最高的ENSIR 魏小宝描写一种个性、一种精神 其实实际上是一种不好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本来想要路程去修改一下 好像有些教育意义 魏小宝和他几个老婆走掉了 我在跟他人家赌钱,之后他输掉了 但是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是你的描写 当时清朝社会,现在跟现在社会不同 你也不是叫我们学的修魏小宝 所以还是不要改好 我觉得他们的经验也很对称 我没有修改 路程记先心地板子没修改 所以你就说路程记是历史小说 是清朝的历史小说 路程记不能说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要提倡帮助人家 魏小宝不是帮助人家的 他就赚便宜,他贿赂什么贪污什么东西都做 可以说是一些疯似小说 疯似意味 疯似意味 而且描写一个不好的社会终结 一种不争当的风气 会不会反映了武侠小说的内容题材 都是有一些局限的 所以其实跟郭先生一路 也不是局限 他说性质不同的 无学小说应该写这个 上额好的智慧也应该很清清楚楚的 但我这个路程记不是无学小说了 是什么��所掭告诉人家 发现了挺不误伥的 对透明这种前置路理 Mickey 子惇